聯合國有統計顯示 戰爭展開以來逃離烏克蘭的人數已經超過500萬 欣雅諾報導 聯合國難民署表示 自2月24日俄烏戰爭展開以來 離開國家的烏克蘭人有接近480萬 聯合國旗下國際移民組織表示 出走烏克蘭的外國人數目超過21萬 最多烏克蘭難民前往的國家是倫國波蘭 有大約六成人抵達當地 其次是羅馬尼亞 發動戰爭的俄羅斯也有大約50萬烏克蘭人去了妻生 今日有9條人道走廊開通 烏克蘭說超過2800人成功撤離 聯合國難民署高級專員接受本國傳媒訪問時表示 擔心俄烏戰爭使得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難民被忽視 而戰爭過了50天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讚揚數以百萬選擇留下戰鬥的國民 說他們作出了人生最重要的抉擇 又說應該為依然活著感到驕傲 因為俄羅斯本來預計最多用5天就將他們殲滅